那一般的话呢 就是这个上吐下泻 我们平常俗称的 就是老百姓老讲 上吐下泻这种情况 那一般我们多鉴于 一个急性未肠炎 但是如果是急性期的话 急性发病 比如说就一两天 两三天这种情况 我们认为就是一个 急性未肠炎 那有可能是 跟你吃了一些食物 不合适有关了 吃一些生冷刺激的一些食物 或者是吃了一些 不洁的食物 这个食品卫生啊 就是不太注意的话 吃了一些不干净的食物 然后可能会造成了 一个急性的一个 上吊道的恶心呕吐 在一个同时 伴有一个急性的腹泻 我们叫急性未肠炎 有的时候 往往还可能会伴有发烧 那么有的时候 腹泻的时候呢 除了有这种 吸水样护状大便以外 有可能还会有浓血 那么这种情况呢 需要尽快地到医院来就诊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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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